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四位評判、各位朋友你們好 我們是樂隊甜品Band Dessert 我是Amy 我們有Kitty 有Max Maggie 以及Matthew 今天我們的會報流程分了四個部分 首先我們說一下Band Dessert是什麼 我們樂隊甜品是以服務邊緣為主 邊緣青年為主的社會企業 主題其實是用樂隊去呈現 而整個模式是一間甜品屋 大家看到張圖是橫橫相扣 邊緣青年來到Band Dessert的時候 就有不同的得益 大家都知道做每件事都有火心 所以我們就用了這個Hard Working 來演繹一下整家公司是怎樣營運的呢 在協助Band Dessert 清原成長方面 分了三個大的部分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他們的特徵 譬如濫約 武功做 日出流年 打交等等 我們看到多一個問題 他們是一些可以發展 有自己的潛力 也有價值的年輕人 他們要求的是什麼呢 就是機會和平台 我們五個站在這裏 就是創造這個平台 還有我們的正能量 是很重視這件事的 因為有正能量 做所有事情都會很順暢 和很積極 我們人生應該是要這麼多知多彩 謝謝 這一部分大家會看到很多音樂的圖片 還有元素有打鼓 唱歌和夾Band等等 相信在一個有音樂的環境下 去到實習 大家一定首先會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的時候 吸收得又好一點 千年青人的工作事成 就會大大地提升 因為必然青年始終是 不可以困住他們 在一個地方去做事 但是我們就用一個同理心 用一個歸屬感 去到吸引他們來到 這一方面 就可以提升他們的工作經驗 他們將來就會成為一個 僱主 願意僱傭的人才 甚至可以像我們這樣 站在那裏 自己去創業 自己去創造一個平台 讓其他接下來的編稱去參與 我們大家看看 這一條龍是怎樣的呢 這一條龍在社福機構那裏 就會招募一些合適的對象 而合適的對象的定義是什麼 社福機構已經有很專業的帶領 不過我們自己也有一個共識 特定的對象 就是不是說很壞 坐牢、打架這些 而是可能他們只是不喜歡讀書 或者大家可能覺得 考試很大壓力、很悶這些 不要緊 最重要是因為他們是可以有 能夠向上流的年輕人 他們沒有的是什麼呢 是發揮的機會 以及一些社會上的資源 好了 講了這麼久了 其實我們的partner可以幫助我們很多 他們呢 這個Calvin 他是編稱的國內人 他亦都用甜品去找回自己 他贊助了我們甜品的技術 場地等等 而第二位 這個靈搖滾樂隊 很Rock的隊伍 他們本身都是一個邊緣青年 不過就是因為大家五個 透過不同的樂器 去break through自己 令自己運回人生 所以就主動contact我們 不如我們幫你去影響那幫年輕人 這一方面是很感動的 第三位呢 這個Louisa小姐 相信他也是很出名的 大家都應該會知道的 因為他成功用樂樂器 去了二、三十間中學 去到感染一些年輕人 就說我不想打遊戲 我不想留在家裡做毒籃 我想好型地去打鼓 其實讀不到書不重要 我相信找到一種自己 能夠喜歡做的東西 發揮到他 這個才是每個人的價值 我們是要尊重人的耐心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第四位 Joanne是一個水果藝術家 她也是一個註冊社工 水果藝術家做甚麼呢 她會拿一些草莓給你 咳咳咳咳 就變成了棵聖誕樹 或者拿一些提子 怎樣切幾刀 就變成了一隻老鼠仔 這些獨特的水果藝術創作 是我們Band Desire才有的 因為我們已經黑談了 她不單是我們的股東 她還是我們的獨家合作夥伴 所以接下來如果大家都想來我們Band Desire 吃這個老鼠甜品的話 是一定這裡才有的 好了 那至於營運的模式又是怎樣的呢 好 讓我為大家講解一下 怎樣令Band Desire的營運模式 企業化 由業務策略開始 我們Band Desire 我們把獨有的水果藝術融入了在甜品裡面 令到這項藝術成為Band Desire 甜品研發部的獨家優勢 同時也是我們的賣點 這個就是我們Menu的其中一部分 我們把創意融入了在Menu裡面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甜品名稱都很有趣 例如有海龜抹茶正代 和當旁下遇上沙冰 甚至還有些啤啤紅馬卡龍之類 然後Band Desire 早前已經舉行過一些不同的節日主題活動 例如我們已經有九場的Speed Dating做蛋糕 這裡有一些我們的活動照片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組員Amy 其實她是Hotter 她有幫忙落手內腳 教大家做甜品 而我們的組員也有參與其中 至於不同的節日 其實我們除了情人節之外 聖誕節、婦戶節甚至新年 都會推出很多不同的特色產品 以確保有穩定的收入來源 宣傳推廣方面 由於現在是一個互聯網發達的世代 而且我們的資金非常珍貴 我們會好好善用這些網上的資源 例如Facebook和Instagram 上載很多很精緻的甜品照 甚至我們會推出手機和平板電腦的APP 讓大家可以更方便 快捷地接收到Band Desert最新的資訊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會積極地和雜誌等等 報章的媒體合作 幫我們做一些專訪 增加我們Band Desert的曝光率 至於政策管理方面 由於我們要好好地營運Band Desert 我們的政策管理會和外面的商業機構看齊 採用以下這個營運的流程 就是這四種 至於Band Desert Hard Working的A Awareness 方面是怎樣的呢 到底Band Desert Aware的什麼呢 就是一個市場動態 首先我們會看到Band Desert的選子 首選是馬鞍山 大家有沒有去過馬鞍山呢 馬鞍山的競爭對手不多 而且這個社區有發展空間 所以我們對前景很有信心 另外馬鞍山的人口很多 檢設有很多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可能是我們的食客 甚至是員工 剛才就說了馬鞍山 已經包括了我們的目標客員 不要忘記 我們的目標客員還有一些專程 來試我們Band風格的食客 剛才說了一個這麼好的地理優勢 其他的優勢是什麼呢 我們主要的優勢就是 我們已經有一些達成了協議的合作夥伴 他們除了提供導師 食材之外還有場地 所以早期我們是不用擔心場地問題的 但是同時我們都有一些危機要注意的 譬如說我們的資金很寶貴的 現在大環境租金上升 我們要找一些志同同合的投資者 去贊助我們的Band Desert 剛才就說過有一些合作夥伴 接下來看清楚合作夥伴是怎樣的 最初Amy介紹過的四位合作夥伴 因為跟我們Band Desert有相同的理念 所以才走在一起 另外也有其他的合作夥伴 包括有藝術的合作夥伴 物流運輸的合作夥伴 還有最後有攝影和網絡支援 接下來Band Desert的training是怎樣的呢 好 我們Band Desert希望用新火相傳的概念 給一班青年去主導甜品店的日常營運 我們的概念就是Train to Train 要達至新火相傳 首先我們要有一間可以持續發展的企業 我們覺得甜品店是一個理想的選擇 在這裡我們可以一批批訓練這班邊緣青年 他們可以學習怎樣去從事餐飲業 他們會主導甜品店的日常營運 所以他們可以多些參與怎樣去運作一間公司 一個企業模型 當我們擴展業務的時候 可以增加訓練對象的人數 還有有一班已經曾經完成過訓練的邊緣青年 去由他們協助做導師 培訓新一批來到我們樂隊甜品的邊緣青年 去做到一個新火相傳的作用 為什麼我們想Train to Trainer呢 就是因為我們除了想一班邊緣青 找到他們自己人生的目標之外 更加因為他們是過來人 所以他們如果由這班邊緣青去 即是完成培訓的邊緣青去協助 接觸新一批來到我們Bandisert的年輕人 他們會更加容易有共鳴 知道這班新的邊緣青 他們面對著的處境 曾經經歷過的無助 他們可以提供到最合適的支援 他們可以提供到最合適的支援 那關於出路方面 我們除了Train了他們 怎樣去日常去營運 甜品店 怎樣去從事餐飲業之外 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夢想的 如果他們是有志在這方面繼續發展的話 我們很歡迎他們繼續留下 繼續在我們的公司 又或者鼓勵他們出去創業 或者像我們這樣參加一些社企的比賽服務 更加多的人 又或者他們如果有其他夢想的話 我們會積極去配合他們 包括聯絡一些機構去給他們升學 或者是跟其他機構去合作 當他們在我們這裏做了一個一定時間的工作之後 那我們會給到僱主一個信心 即是這班員工他們不會 沒有美飛沢的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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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們在聽過我們的理念和剛才見過的甜品之後 大家是不是很想快點來試一下我們Bandy出來 那我們實行的時間表分為籌備、營運和發展三個階段 2014年會是我們在籌備的階段 我們會籌集資金、找舖位、培訓員工和購置器材等等 2015年我們希望正式開業 開業的頭兩年 我們會專注在店舖日常營運和宣傳方面的工作 之後那兩年 之後那兩年我們會嘗試擴展我們的業務 目標是開分店 還有我們的編清員工 我們會看看他們有什麼能力去從事公司裏面不同的崗位 甚至去到分店長 如果他們有興趣的話 我們也會招攬他們成為我們的股東 那在第五年我們應該會累積到一定的知名度 以及發展得穩定的 那開始我們會尋找更加多的合作可能性 我們都有為每個月去計劃過會做些什麼的 那紅色就是我們開業頭兩年的階段 黃色就是我們開始擴展的階段 綠色就會是我們穩定發展的階段 那既然我們有實行的時間表 我們財政預算方面又是怎樣的呢 以下下來我會講一下Band Desert的財政預算 以數字證明給大家看 我們Band Desert是絕對可行的 首先這個是我們預期三年利潤表 那在第一年的時間我們營業收入是會高達475萬 這個數字怎樣得來呢 是假設Band Desert500呎 擺有30個座位 頭一至兩個月有50%的人來坐滿 後兩三個月有70%的人 打後有80%的人 那這個數字就出來了 之後減除一切的營運成本之後 我們稅後淨利潤是有135萬 營利率是高達28%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一年內的現金流量表 那可以見到我們只要在一月 第一個月投入資金60萬 並用45萬來開業 那就可以開始營運Band Desert了 那這個可以留意下的 我們其實在一年內 已經可以達到回本的效果了 最後這個是我們的收支平衡分析 在初期的時候 我們會聘請少一名員工 所以總固定成本是15萬 而在後期我們會聘請多一名員工 固定成本是16萬的 那以此計算出 只要我們每小時平均售出25份甜品 就可以達到收支平衡這個效果 最後我想強調一件事 就是我們Band Desert和其他社企不同之處 就是我們有頗高的營利率 而且回本期是短的 那就可以避免了一個常見的狀況 就是因為虧本而要倒閉這個情況 那由此可見Band Desert是可行 而且是可持續 並可以將Band Desert的意念 一陣傳承下去 我們是Band Desert 生命是沒有Tik2的 大家一起動起來 支持已班尼青人 在座有夢有能力去追尋目標 必然青年不是的 有夢只可以是想的 他們不敢去做 因為他們沒有機會也沒有資源 如果我們做到 我們已經合作著的機構 試行著的機構 會去支持我們 他們就得到更多可持續的資源發展 今天我在這裡代表我們的團隊 各人和社會的機構 合作的夥伴 還有未來的那群年青人 多謝大家 祝願各位 可以為到自己的夢想追尋 堅持努力 多謝 時間到了 謝謝你的介紹 你好 我想問一下 樂隊甜品其實是一間甜品店 和樂隊無關的嗎 是的 其實樂隊和甜品 沒有關係 因為之前可能沒聽過 或者是比較少的 這個就是 Max剛才說到SWART裡面的機會 是一個新的需要模式 至於為什麼我們這樣選擇呢 因為年青人除了是 平時不讀書 或者喜歡跳舞之外 原來樂隊他們是很有信心的 好像Sero 我想問一下 你的甜品店是 樂隊甜品的意思是 你的甜品店裡面有Live Band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 我們的甜品店 除了店舖裝修 以樂隊元素為主之外 會有一個Stage 給他們每天有Live Band 以及一些可以租我們場 來表演 即是你服務的編稱 你就是除了聘請他做 甜品師傅 你訓練他之外 你還聘請他去玩音樂 是的 因為他們如果出來玩音樂 客人會聽到 那就做了一個interaction 那就令到客人 就是你的甜品店的技術 就是有一群人在這裡 一邊玩音樂 是的 一邊賣一些特色甜品 就是一邊打 一邊吃 一邊唱 一邊聽 哦 我想問一下 就是 你們跟那個 Kitchen Dilemic的關係是怎樣的 你已經開始了 在做事 是嗎 是的 我們這個情人節 Speed dating的例子 過去九場已經完成了 就是一邊打鼓一邊做甜品的 不是 我們這個合作 第一個stage 就是Speed dating 首先要配合一些情侶 我們有一個成功的例子 我想搞清楚 和樂隊甜品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們那個計劃 就是還沒開店 那你是借了別人的殼 就是借了別人的廚房做活動 還是怎樣 是的 沒錯 我們借了別人的廚房做活動 而Kitchen Dilemic 她是每個月以一萬八千元的租 來贊助我們 那 你不用付的 不用付錢的 就是你在賺錢的 是的 我們搞了九場 和昨天的情人節 那你賺了多少錢 每一場裡面 我們大家都會 將一個價錢放進來 有三千多元是一場的 就是你的公司是成立了 接下來六月左右會註冊 就是你現在是私幫的 我們現在是事行的階段 是的 即是你現在是自己做的 現在有利潤的了 現在你就想大搞 於是在這裡集資 是這個意思嗎 是的 是的 我當時就會轉了廚師店 所以那個服務的對象就是 你訓練的訓練 你一直吸引一些邊青 給他們做 但是服務有多少個邊青呢 嗯 而邊青那方面呢 Matthew可以去回應一下 因為邊青的數量 第一 第一 你沒有提供資料 第二 就是我私以一個店 就服務不了很多邊青 可以給我們一些邊青 這個 沒錯的 一個店 我們一開始會有四名的邊青員工 之後就會開始變成五名 但是 首先就是說 那你那五名是打鼓 以及做了甜品的 不是 有一個想補充 就是 我們 因為剛才想說 五百尺場地都是有限 如果我們場地上許可 我們會設一個stage 那麼 除了那班邊青之外 我們更加是會有 就是有一對私樂樂器 另外有其他 有幾多人可以服務 每一批 就是最大每一批 五位 我當你 下午晚上兩間 那你可以服務到幾多 就是 你給了幾多位 給邊青去做事呢 因為這個是社企 當然一批 看起來就是 好像說 他們只有幾個人 好像 社交影響不夠大 但是 因為 我們是鼓勵他們去 找他們的夢想 來到的員工 他們不是每一個 都會 想停留在我們店裡 他們可能有 更加紅心壯志 第一 他們有機會會 離開去發展自己的夢想 第二 就是說 我們都希望可以擴展我們的業務 那麼我們可以增加到 幫助人的對象 人數 第三就是說 我們更加希望帶出 一個社會的關注 因為社會上 其實是 比較少 團體是 我們主動去想這班邊緣青年 可能有教學方面的幫助 但是沒有一個是說 除了 除了我 那些公司 安排給他們的學習之外 有沒有地方可以給他們 啟發他們 發展他們自己 真正所想的東西呢 謝謝 我想問一下 你們覺得 一間成功的甜品店 作為一盤生意 怎樣才可以在市場站得穩的呢 另外一方面 我們要在這個市場上 成為一個成功的社企 當然就要在一套商業的制度 例如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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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品店的生意 我們有的是 獨有的產品 譬如 譬如 這個水果藝術家 一起合作的商品 是我們這裡才有的 還有我們 我和Kitty 本身是一個設計師 在宣傳方面 和形象 視角上方面 可以掌握到 消費者的心理 他就會 有時候不好吃 都會是看的 那這個已經是一個 當然 當然 好不好吃 這些好見仁見智 但是如果不好吃的話 我們又怎麼會 拿出市場去買呢 是不是 好 另外 一開始的時候 你們提到 你們幫的編清 其實你們有一套看法 就是希望 幫一些 不要打過交 坐過牢 等等 只是不想讀書 但我又看到你們 合作伙伴和創辦人 全部都是打過交 坐過牢 抱過藥等等 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們不幫這些年輕人 其實 在初期的階段 我們就先幫這些 就是因為 他們打過交 不要緊要 就是在圈面 接下來的師弟師妹 千萬不要像我這樣 打到爛生爛世 頭奔爛 壓射入醫院 或者坐牢 這個是我們的項目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Mathiel 可以說一下 我想 一開始我們會 建立形象是很重要的 一開始我們幾個新鮮人出來 開了一間社企 我們都要考慮一下 我們有沒有能力去帶領這班年輕人 我們先著手是一班由機構他們選擇 合適 我們可以先是事行去幫助的 培訓的年輕人 當做得有差不多的 上軌道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擴大這個圈子 去幫各界的變成 我想問一下你們開甜品店之前 你們有沒有做過一些Market Research 關於現在市面上的 那個Competitor 或者那些營運那些 或者 你有沒有做過這方面的分析 多謝評判的提問 當然這個是有的 那我們就有去過不同地方 的甜品店裏做一些Research的 就是分不同時段 看看不同時段 會有大概幾個人來 這樣 那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出剛才那個 財政預算的total 475萬也是這樣得來的 我們是有根有據 全部都做過Research 才出這個數的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500呎的店 如果你一年的收入是475萬 這個數你是怎樣得出來的 這個數是我們 我們Band Dessert 是開十個小時的 由下午一點開到 凌晨一點 而且每一份甜品 大概是30元的 然後就好像剛才說 頭一至兩個月 有坐滿50%的人 然後turnover rate 是半個小時一次 這樣就成出來 計了這個475萬這個數 但是你們有沒有做過一個 市場的分析 就是市面上 所有的甜品店 或者一些 currently 在market 譬如說 最多人去用的 滿機 當然有 你們有沒有分析過 如果一間店 你們說你的數字 投入資金是 60萬 是 但是你們可以賣到 470萬 就是可以有那個 470萬的收益 差不多6倍 7倍的收益 有沒有這麼好一個 perfect 在market 我也想投資 如果你有的話 其實 我們可以出了 10萬 你一年幫我找到 470萬的投資 是超級高回報的 這個是 其實我們為什麼選擇甜品屋 這個 就是因為甜品屋 是一個較高回報 高利潤的一個行業 這個也是我們為什麼選擇 開甜品屋的原因 就好像剛才評判你所說 有沒有做 research 我們是有的 當然 我們有去過不同的 bending 例如高級 中級 和普通平民的 那些甜品屋 我們都有去過 為什麼我們會出到 剛才這個數 為什麼出這麼大膽的數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 好像五代同堂 石磨坊 那些 他們在晚上的時候 是門口排得很長的 再且 還有那個 B制甜品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有 樂隊這一個的 的 gimmick 可以吸引到更加多的 客員 所以我們才會有 這麼大膽的一個 假設 我知道 但是你要想回一個問題 你們一個是沒有 brand的 公司 人家是用了多少年 以及用了多少錢 去做 promotion 那些人才會去排隊 那這個你們 如果一開業 已經這麼樂觀的收入 那你們要再計一計 那個 營運成本 第二個 就是說如果你選擇 在馬安山區 你有沒有分析過 究竟周圍 是不是有那個客源 那些人會不會 夜晚都會出來 吃甜品 還是我去旺角 沾沙罪 因為那個point 做甜品 其實不是做全日的 那些人 多數去吃 多數是吃了飯之後 所以真正營運 那段時間之下 你看到門口有排隊 基本上是 講的是夜晚 可能九點 或者八九點 去到凌晨 只有五個小時 而已 其日頭 我們所見到 基本上是 他基本上 那些客人是 好事的 所以你們這方面 因為我剛好都喜歡吃甜品 但是我從來沒見過一間店 24小時都有人坐到門 或者說全部到門 所以你們這個figure 你就是要考考 好好的去再斟酌一下 還有你們 這個究竟是一個 是純粹的甜品的business 還是說 真正你是幫到那些所謂邊緣青年 因為那些邊緣青年 可能明天他就劈炮 他不做了 他走去 他覺得很辛苦 那你們怎麼去管理一個 staff去 怎麼說 做得那麼辛苦 而你給到他們 多少那個 叫什麼 所謂那個 satisfaction 這方面你們要考慮 究竟你一盤是甜品的生意 還是一個 真是 影響到 還有你們一間店 正如也所說 你可以請到多少邊緣青年 來做 還有要多長時間才 有那個social impact 這方面你們有沒有 想過這個問題 那首先我回應了 financial那一部分 我們的營業時間是 下午1點到晚上1點的 我們的peak hour 就是8點到凌晨1點這段時間的 所以我們覺得是 絕對有能力做到這個營業收入的 是 我回應回 剛才有一個問題 我們不是全天都吃甜品 對 沒錯 所以日後的時間 其實很多年青人 可能放假的時候都不用上班 但是沒有地方練習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都帶來的 我們都常常去夾班 煩惱的一個問題 訂場可能很貴 譬如旺角 東亞市街 兩人街 或者遠一點觀塘 或者港島那邊的沙龜灣等等 這些場地都是說250至300元 一個小時 但是我們的場地可以便宜一些 因為是有一些的支持 那這個已經是一個收入 不要看少每一分每一毫 即少成多 聚殺成塔 那裡的類型是可以提高的 Kitty剛才提過了 除了情人節之外 我們有什麼? 兒童節、婦活節、母親節等等 還有我們的regular course 我們的design making 昨天情人節做完的wide testing 那裡已經是說幾千元的收入 是做一日 如果我們接下來三四五六月 做藝術的合作活動 因為我們頭額的partner 已經是合作了兩年了 過去已經是賺一些的錢 還有了 全香港的學校 全香港中小學家 都有六七百間 那我們裡面中三十分一 都是約五六十間左右 學校有的是budget 有的是政府支持 我們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市面上 還有很多中小企的貸款 例如一些協會 一些機構的基金 那裡已經是有收入 多說一些給你們聽 我們有兩位partner 每個人是私人 去投資了十萬給我們 而Joanne 她都有十五萬 所以她就成為了 我們一部份的股東 而我們的 股權分佈是怎樣的 股權分佈那方面 一個好的問題 每一個入股的人 當然有一個股份 而股份呢 是由法律具 約束力的合約 你現在的股權分佈是怎樣的 股權分佈是怎樣的 股權分佈是可以由 誰是股東 我們由會計師去答這個專業的問題 這樣呢 我們是會 我們贏了這個比賽之後 如果真的 operate的話 我們每人會拿到十五萬出來 營運這間公司 那我們的股份 是會評分 然後是根據各個合夥人 即你有四個人 每人拿十五萬 五個 你自己拿十五萬出來 那就不是六十萬了 不是 因為呢 我們是用這筆資金 是放在operate 在這間公司 而其他資金 因為呢 如果你筆錢 只放在這裏不用的話 是一個waste 所以我們會 你剛才不是說 想要六十萬的嗎 是啊 所以我們是會 即是你自己搞定的了 不是 因為我們 我們都是一個學生 或者是一些 剛剛出來做事的人 所以 拿十五萬出來 是會有一個 很大的burden 所以我們就會 OK Thank you very much Time is up Thank you You may now return to your seats